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17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 首先是昨天俄军大规模导弹袭击造成的破坏情况的汇总 乌克兰中部地裂波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 泽连斯基总统的家乡克里维赫 被导弹机中的公寓楼的上层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瓦利夏找到了三名遇难者 其中有一位是64岁的女性 还有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另外至少有13人被送往医院 包括四个孩子 市长亚历山大维尔库尔在国家电视台上说 同样在科里维赫 近600名矿工因导弹袭击而被困在地下 但后来获救 市长还说 一些能源基础设施被完全摧毁 乌克兰国有电网运营商称 周五的袭击是对能源设施的G9波导弹袭击 由于反复破坏 恢复电力供应可能需要比以前更长的时间 翻译人士表示 俄罗斯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 是在俄罗斯军队的战场势力后 试图让乌克兰人屈服的行动的一部分 专家们说 这只会加强乌克兰人抵抗的决心 而莫斯克则试图在目前的战场僵居之后 为未来几个月内可能的攻势争取事件 有一些乌克兰年轻人说 反复遭到导弹袭击后 本来周围一些没有参军的朋友去了征兵战 有一些未被录取 另一些成功加入了军队 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格西内古伯夫报告说 周五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 进行了三次打击 到晚上 该市约55%的地区恢复了供电 扎波罗勒斯议会秘书阿纳托利·库尔杰夫说 当地和周边地区被21枚火箭弹击中 初步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西府市市长维塔利·克里琴科报告说 该市至少有四个地区 发生了爆炸 许多居民都躲到地下深处的地铁隧道里 乌克兰国家铁路运营商表示 东部和中部的哈尔科夫 吉洛沃格勒·段涅茨克和地涅波罗 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一些车站停电 但在电力转换为备用的蒸汽机动力后 火车继续运行 感慨万千 看看去年这个时候的基辅的样子吧 二 在基辅的一枚俄罗斯导弹 被击落的现场 指挥官告诉美联社 领土防御部队的一名战士 用机枪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 一位出于安全考虑 要求只用呼号嗨达的指挥官说 用机枪击中一枚导弹 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做到了 这是由领土防御部队的一名士兵完成的 这名士兵在观察到导弹时 立刻做出了反应 而且很成功 当导弹被击中后冒出了火化 然后改变了方向 并最终坠落 三 今天华盛顿邮报报道 据北约官员称 伊朗已同意向俄罗斯提供多达6000架 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其中主要是沙西德136无人机 计划中的俄罗斯无人机工厂 预计将设立在达达斯坦共和国 他们继续在书写着他们的丑陋 四 白贡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万表示 拜登总统已呼吁美国国会 向乌克兰额外提供近380亿美元的资金 沙利万表示 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以便他们在战场上处于最佳位置 如果在外交环境成熟的时候 乌克兰人将在谈判桌上处于最好的位置 沙利万补充说 拜登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 确保乌克兰能够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国会 向乌克兰再提供近380亿美元的 额外军事支持和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是坚决不认为美国是在供火 当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的时候 任何对这个国家提供的援助 都是符合道义的 但我们毫不怀疑美国在干的事情 实乃拱住 不把俄罗斯拱死 美国看来是不会善罢甘休 俄罗斯拱了美国那么多年 一招被美国拱 应该不会有怨言吧 我们始终相信 邪不胜正 好 咱们来看战况方面的消息 一 巴赫木特仍是最热的交战区域 俄军在这里小有突破 不过呢 不要紧 俄军一直都小有突破 已经三个月了 斯瓦托夫和端聂茨克市西面 现在也很激烈 二 瓦格纳雇佣军占领了巴赫木特 以东的亚科夫利弗卡村 村委会门口是碎片满地 可见战况多么的激烈 三 乌军使用意大利援助的120毫米迫击炮 打击敌人 这种迫击炮太重 意大利人就把它们安装在了M113特种装甲车上 连车带炮送给了乌克兰人 四 乌军公布的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额军事人员总数是97,690人 新增420人 坦克2985辆 新增5辆 装甲车5958辆 新增6辆 火炮1947门 新增1门 五 一位前瓦格纳士兵讲述了雇佣兵营中的大规模处决 现在他自己正面临被报复 来自托姆斯科的前瓦格纳士兵安德烈梅德韦杰夫 因为瓦格纳内部的不到的处决方法 请求外界重视普里格金斯人军事集团的活动 据他说瓦格纳已经处决了10名拒绝打仗的人 安德烈梅德韦杰夫本人在7月成为一名合同兵 被派去参加攻打卢干斯克州的阿尔蒂莫夫斯克 并担任指挥官 他说 我们自己人就干掉了自己 上面的命令很愚蠢 把我们扔到坦克前 而我们只带着冲锋枪 我非常后悔自己同意这样做 报道说 在他的这次呼吁后 他已经在莫斯科被控制住 现在正计划把他移交给瓦格纳 以便被用大锤进行报复 六 在赫尔松地区 比里斯拉夫区的一个收复的地区 乌军发现了俄军152毫米弹药的装箱单 装箱单显示 这批弹药是在2022年5月制造的 但是不是为俄军制造 而是根据2021年3月签订的合同 为阿塞拜疆军队准备的152毫米自走炮制造的 这说明 俄罗斯完全没有充分估计这场战争的艰巨性 他们轻率的拍脑袋就决定 后来才发现 连普通炮弹都不够用 不得不从出口产品中拿走一部分 满足前线迫在眉睫的需求 七 昨天 在俄罗斯福尔加格勒和该地区的社交网络上 传播了一个或多个不明物体坠落在 叶兰斯基地区的视频 据该地区的紧急服务部门称 事故现场已经被封锁 紧急情况部和其他负责部门的工作人员 已被召集到现场 其实 一个坠落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这体现的俄军现在越来越缺乏弹药 不得不使用一些过期的或者未经良好保养的质量检测的弹药 八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每日情报战要 俄罗斯已经将伊朗无人机的发射地点 从脆弱的克里米亚改为克拉斯诺达尔地区 在此之前 俄罗斯主要从克里米亚发射伊朗的无人机 最近几天 打击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的无人机越来越多的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发射 俄罗斯方面担心该半岛的脆弱性 报告说 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也更便于发射神风特工队无人机 因为从武器可能的到达底岸阿斯特拉罕进行补给比较容易 国际方面 一 欧盟通过了针对俄罗斯的G9轮制裁方案 该伊朗的计划 包括对出口、银行业、广播、咨询服务、能源和采矿业的限制 以及个别制裁 将限制有助于俄罗斯军事部门技术改进的货物和技术的出口 制裁另外168个与之相关的实体 二 在俄罗斯12月16日对乌克兰进行新的大规模导弹袭击后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布雷尔表示 欧盟及其合作伙伴正在加紧努力提供乌克兰在今年冬季 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国际足球联合会已经拒绝了泽连斯基 在卡特尔世界杯决赛期间发表和平信息的请求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寇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稍后再会